問一下白玉老師 什麼星座的女兒 容易是愛超凡的媽媽 是的 大家以為我們長大了 獨立了就可以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但是不行 有些角色就是這樣 我步入了這個媽媽的角色 就是愛超凡 但是愛超凡也有排名 那我們前三名最愛超凡的媽媽 到底是誰呢 請大家參考一下 你的太陽上升月亮 四公 六公 十公 大家看得出來 媽媽都愛超凡 好 所以我們來先看第三名 雙魚座 雙魚座怎麼超凡呢 坐好坐滿 亦師亦友 來整套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是皓然姐月亮在雙魚 我今天就整個超凡 多事雞婆的都有我對不對 都有 好像有點可憐 那為什麼呢 其實老天爺不會放過妳的 其實超凡是一種角色 或者是一種生活型態 但事實上這一類型的媽媽 你讓她不操反 她會覺得很空虛 她一定要坐好坐滿 這時候她覺得雖然我累 但是我好有成就感 我心裡面覺得很踏實 我該照顧的人都有照顧到 再加上她覺得 我跟我的小孩子 或者跟我的另外一半 沒錯 我要念他們 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時候可能會繞過 那個讓妳不舒服的點 但是如果我直接教他們 我會覺得我也沒有做很好 萬一她反口咬我說 其實媽媽妳也怎麼樣的時候 我也不好說 所以這時候就以朋友的角色 我建議妳怎麼樣 而且我自己也曾經 遇過這樣的困難 那這樣子建議之後 大家平心而論 互相參考 是不是就是一個友好的態度呢 所以對於雙語來說 超煩很多事情都要來忙 但她的心情是快樂的 被她超煩的人 其實聽一聽也覺得說 其實媽媽說得對 所以這部分女生 我覺得她有成就感 你覺得她累 她會覺得NO 我很開心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是 靜怡姐的太陽是天蠍 這個怕來自於什麼 天蠍天生的不安全感 因為任何事情都有風險 它有好的一面 就有不好的一面 那天蠍常常看到的是 我擷取了好的一面 但是風險 如果我不把握的話 這個好的一面 很可能就會降格 然後這種我想要好 但是卻做到了一種狀況 是我沒有避免不好的東西 這樣加起來好像我也更沒做 好像沒有兩樣 就在這時候怎麼樣來加分呢 就是我提前想好 各種可能性 把這些可能性防範於未然 這就是操心的來源 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是青春期的孩子會怎麼樣 他會反彈 你都是想太多 你真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大事小事 我幫他去 你喜歡穿短衣服 我就幫你買一件 沒有問題的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只是怕你遇到問題和狀況 幫他做了事情之後 他覺得媽媽支持我 我遇到狀況的時候 不是說我要叛逆 我自己買一件 我遇到狀況自己負責 而是媽媽支持我 所以我做了一樣事情之後 好像不小心中招 跟我媽媽說的一樣 所以原來媽媽不僅支持我 還很愛我 這些不好聽的話 原來是愛的另外一種表現 那麼這種超凡的媽媽呢 通常是透過驗證 透過各種各方面的資訊 驗證好說媽媽說的是對的 她反而覺得說 你看吧 雖然我做了壞人 但是最終你會認為 我是關心你的 愛你的 這樣就夠了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好 處女座 還有處女座的媽媽 是的 盡職盡責 大人小孩都照 必須說 處女座是土象星座 好可憐 她心裡想的就是 所有所有的狀況 全部都會整理一番 好像在經營公司一樣 有邏輯 有深度 有廣度 全部都想好之後 還要給自己打分數 打好分數 還要分門別類 大人怎麼樣 小孩怎麼樣 大人小孩之間的配合 又是怎麼樣 所以基本上讓處女座 再處理一個家庭 就等於一個精算師 再加一個會計 再加一個執行帳 合在一起的感覺 這種很複雜的狀況 一般在家裡 我們想要放鬆 想要歸屬感的時候 家人配合起來會有點累 但是處女本人說 沒關係 我自己累就好 你們大概給我一個結果 讓我覺得都安全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狀況下呢 大人小孩都會覺得說 我好像不用想那麼多 我也不用做那麼多 就算我做錯事了 我們家的媽媽會找我 對 在這種狀況裡 其實累就是累在 有一個回饋是 我媽媽都可以做得好 勤勞的媽媽 就會有懶惰的小孩 對 勤勞的太太 就會有懶惰的先生 真的 對 所以帶來的回饋就是 所有的責任都是我的 該我的不是我的 都是我的 嗯 而且處女有一個狀況是 我不會提前說 你不會像天蠍 還沒發生我就警告你 我可能不太會講 但是一旦事情發生了 有一個驗證的結果出現了 我拿著結果 實打實地跟你講 你說不會 現在看到了 我超愛拿結果 你看 開到死路了吧 是不是 立刻 妳這種話特別讓人 對 但是 狗音哥不能不亂我們講 對啊 也是 我們先這樣好了 先肯定 然後再檢討 先肯定 肯定就說 你吃的這個牛肉 要我這樣點了 我也覺得不好吃 先肯定說 不是因為你點錯了 執意要用這個方法 怪店家 叫經理來 對 經理 我老公明明就點牛排 怎麼送錯了呢 他會好愛你 怪別人 我覺得夫妻關係就是這樣 這也是皓然姐 可以結婚十六年 不離婚的 二十六年 不離婚的狀態 就是我越難的東西 我越想要去找方法解決 那一開始一定是難受 因為真的就是 大家磨合不起來 所以才會有這種縫隙出現 但今天我們就是透過語言 可以透過溝通 就能把磨合的事情磨合好 這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 因為大部分要花錢 要怎麼樣才能磨合好 所以處女座還是可以考量說 我的語言第一句可能是肯定 第二句覺得說 老公我這樣講你不要多心 我只是替你覺得不值 第三句再來說 下次你如果覺得說 沒有就是好像沒面子 這樣點圖片我一個大男人 那就老婆我幫你代勞好了 解決方案 回到靜怡這邊說 你們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大女兒現在進入青春期 性格也開始有點變了 對 叛逆期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我覺得 現在女生不是都很流行 穿那種兩極 就是短褲要很短 然後上衣也要很短的那種 然後中間空的 對 中間的那種空的 他們其實現在 肚子會著涼 沒有 我都覺得 會拉肚子吧 之類的對不對 所以要把她 以前方法就是 把她肚臍眼貼一個 貼起來就覺得 比較不會碰碰的感覺 肚子不會瘴氣 可是他們現在 因為女生都想這樣穿 然後她也很想 可是偏偏因為 我想我從小 其實就是軍演家庭長大 我比較保守一點點 然後加上我自己高中的時候 穿體育服 強袖長褲 碰過變態迎面而來 抓了一把 朝我胸部抓了一把之後 我就一直其實不太敢一個人 穿著很短的褲子 或太暴露的衣服走在路上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心裡面的陰影 所以我一直跟我女兒講說 心裡面出去這樣穿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我會這樣跟她講 她也不相信 那有一天她穿短褲 跟妹妹弟弟一起在百貨公司 然後她帶著弟妹去洗手間 然後他們就碰到一個人 一直跟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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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了好幾個專櫃 然後她就覺得不太對勁 好好笑 他們又把弟弟妹妹 帶到廁所躲起來 就弟弟躲男廁 他們兩個躲女廁 所以很久我想說 怎麼都沒有回來這樣 然後一直到了 過了十來分鐘 他們才從廁所回到餐廳 我說你們怎麼 她說我剛一直碰到一個人 一直跟著我們 一直跟著我們這樣 然後我覺得她應該是怪怪的人 然後我就說 所以我怎麼跟你講 後來她現在 我跟你講那一次之後 她就學乖了 她現在出門 夏天也穿衛生衣 衛生服 然後她都長褲這樣 她現在就是T恤 多長 還over size這樣有沒有 另外一種流行梗 就是寬大的衣服 over size 她吃過一次虧之後 她就知道了 她就知道說 其實媽媽的立場是保護你 你不要跟她嚴格規定說 沒有 我告訴你 你就是不要這樣穿 你就讓她一次 你就讓她試試看 她就那一次 真的是穿著短褲 沒有到兩截衣 因為我們家還是不行 所以她就還是穿著短褲 碰到一次 她就知道不行 媽媽講的是真的 我真的想到一個新興行業 就是媽媽可以專門找人 假扮變態 嚇女兒有沒有 只要她穿兩截的時候 對 就嚇她 對 也是 她就一直跟她這樣 省得媽媽一直唸 是 對 也是 對 也是 對 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